老師說的這片 你剛剛說七百多萬嘛 對 就不是這一片 這一片因為是比較晚一點 那比較老的那個是二零年代的 那個就要七百多萬 二零年代的一片要七百多萬 那老師 因為你來 我特別在我家 聽說 聽說你家有長家寶 對不對 我也把我家的茶味拿 我也不知道 說這麼雞蛋 也喝了 實在是 所以你這個 也喝了 我這個也 這個是我家的茶 因為你喝過會比較價值啦 因為叫名人家池 不是嘛 上面有我的口水嗎 不是 你有摸過的啦 好 這個也是老茶 據說呢 現在這個茶 拍到人民幣四十萬 合理啊 因為 所以大概折合新台幣兩百多萬 是 所以 今天給老師也給我看 所以我們先第一個看它的外觀 這外觀是 正面是這裡 正面是這裡 因為它這邊有寫汪玉泰 汪玉泰 汪玉泰是一個老茶莊 百年老茶莊 它過去是做龍錦茶 非常有名的 在杭州 在杭州 現在你到杭州 還看到這家茶莊 那它這個裡面裝了一個普爾茶 這很有趣 因為汪玉泰是以做綠茶為出名的 那為什麼會有普爾 所以你要去想 但是我當初 買的時候是封在裡面 是封著的 那我們再看這個茶葉 確實說剛剛提到說 不要只看包裝 要看內含物 內含物就是說這個茶葉的氧化程度 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茶葉的外觀 是大葉種 這個大葉種就是這個茶葉 本身的葉比較大 那在臺灣能喝茶說 這個比較初老葉比較不好 可是如果以普爾茶來講 這個初老葉反而是它喝進去的 進出物比較豐富